嗯,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这一节看呢,我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冬天的叶麦新瓶奶茶 芋泥叶麦流乳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它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一个是我们的芋圆 一个是我们的呢,叶麦流奶粉 还有呢,需要用到我们一个芋泥罐头啊 然后呢,还需要用到一个纯流奶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啊,制作这一款音品啊 我做的呢,是一个500毫升的量 首先呢,我们取个雪壳杯 在雪壳杯里面啊,放入我们的叶麦流奶粉50克 然后呢,我们加入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了以后呢,我们加入我们的纯流奶50毫升啊 这个时候用的是容积单位毫升 然后呢,加入完了以后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大量的热水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400毫升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这里是400毫升,不是500毫升 一定要注意 我们加完水了以后呢,我们继续啊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在我们的出品杯里面啊 放入我们两勺的淤泥罐头啊 给它挂闭一下 挂闭完以后呢,我们加入我们的一勺一元 加入完我们一勺一元以后呢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奶茶啊 直接倒入进去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我400毫升的奶茶呢 直接倒入进去啊 也变成了满杯啊 这样我们一杯呢,淤泥烟麦流乳啊 就做好了,好,这一堂课呢 我就讲解到这里了 讲解呢,也是比较详细的啊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关注我,教你做更多的奶茶音品